随着岁月发分 男人的一眼来深 哈喽,我是卡老师 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我有我的思想 我有我的想法 今天继续跟你谈我们的前词 改变的方向,好吗? 深邃的夜 月点兴效我 我记得我在开始做这个平台的时候 跟很多人讨论 还有跟不同的黑粉在争论 我们填是应该用什么题材 比方这个可可脱海的牧羊人 有些人的意见是你把它改变成粤语 不应该再填可可脱海的牧羊人 这个题材 你可以把它变成可可脱海的养鸡人 或者是什么的 我自己当人不同意 后来我就不理解这些人了 原因是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我昨天说的 这个上两年纪的男人 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吗 粉丝告诉我 就是因为他们是上两年纪的男人 他们去听这一首歌 有特别的感动 所以假如我把它改变成为粤语歌 而我不保留这个题材 这首歌的粤语版 还会流传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旋律吧 这首歌 第一句开始的时候 像两年纪的男人 第二段开始的时候是 高怪时光重重 是三段开始的时候 谁不是不敢平庸 都是一样的 看刘家贝的当真很冷 到了副歌 终有太多男人的痛 你可以看到 整首歌都是用索拉多拉开始的 我告诉你这个索拉多拉是什么 这个索拉多拉就是个五声音阶的开始 这种旋律的开头 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随便找一首歌 都是索拉多拉 听过了吗 所以光说这首上两年纪的男人 他的旋律 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 我刚才说这首歌 是因为他的歌词 触动了一般男人的姓名 所以假如我把它改变成粤语 我把它填成上两年纪的女人 那我岂不是把这半男人赶走 有没有女人来听呢 我相信没有 又或者我把它改成童谣 快乐的小恐龙 而且是男人感觉 你觉得有小孩来听这首歌吗 肯定不会啊 最后我的定案就是把这四个词 改成粤语 但是都是用相同的主题 还有就是这个唱唱的问题 有人跟我说 你唱这首歌 你唱不出这个带状的响应 那就干脆不要填了 我告诉你 还是我的粉丝说得正 你看这个缅和哲语 他怎么说 他说 如果说要宴赏和原唱笔配的话 那么改一首 你几想的歌 没有贴费怎么办呢 我现在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目的是在改变歌曲 我不是在演唱吗 那假如我的伞适合唱什么歌 那我能改变的歌变得很小呢 同样这一首向人连结的男人 我唱不了带状的响 我也可以把它改变呢 好吧 假如你真的想听 我用我的伞唱出 唱出这个向人连结的男人的粤语版的话 这个星期六 你一定要来啊 我们明天继续弹这首歌 怎么样填词下去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帐 请你关注点赞 记转发 再见